各位大家好 我看看這裡有多少人 一、二、三、四 五、六 六個人 大家懂得聽廣東話嗎? 懂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我做過這個演講一次 但我不知道之前有否記得我 或者有沒有人聽過這個演講? 聽過了 之前聽過 聽過 OK 即是沒有記者的腦 沒有記聲 不要緊 忘記再說一次 可能每次都有不同的領略 有沒有人是未聽過這個演講的? 有,好像Clara OK,有Clara 我們有Lisa 我沒有聽過 OK 沒聽過 是不是? OK 不要緊 我現在開始了 我再介紹一次自己 我姓張的 我中文名叫張淑謙 我現在是一個註冊的心理輔導員 我是一個心理輔導員 我做了這個工作大概五年 我每天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去見客人 現在通常是COVID 我們不面對面見 我們就像現在的視像 去見客人 那這些客人是什麼客人呢? 這些客人就是他們來我們的公司 他們通常是在困難一些 比如不同的心理障礙問題 可能是憂鬱症 又或者可能是焦慮症 又或者可能是創傷後遺症 或者很多不同種類 或者可能有家庭衝突 我們作為輔導員的角色 當然是負責幫助他 或者給他不同的技巧 去面對他們這些問題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憂鬱症 我想再講一次 或者重複一次 就是其實我發覺 譬如我們 我知道這裡 譬如說所有的聽眾都是環 在我們環社區 環圈子裡面 其實精神健康 或者心理健康 這件事其實 都不是很多人說的 或者不是很多人 會能夠注意到 或者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那希望大家去想一想一想 例如我們從小到大 有沒有人跟我們說過精神健康 或者心理健康 這件事 可能是真的沒有的 而且我們可能譬如說 已經是2021年了 但是可能在我們社會裡面 其實對精神健康 這個話題 還有很多不同的偏見 或者還有很多不同的誤解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社會 一說起精神健康 很多人就會想起 是不是在說精神病 或者那個人是不是瘋癲 或者其他人 其實不一定的 我們在說一些 不是很嚴重的精神健康病 其實我們在說一些 例如說 憂鬱症 或者懷焦療症 還有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例如說 例如我不舒服的時候 我會去看醫生 我們的身體會不舒服 大家都試過 但是我們的心理 或者我們的精神 會不會不舒服 其實也可能會 還有另一方面 就是當我們心理不舒服 或者心理不健康的時候 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 如果你沒有情緒健康 或者沒有精神健康 其實你身體是不會健康的 講到這裏明白嗎 有沒有問題 明白 OK 有沒有人對於這個問題 或者我們今天說的 憂鬱症 有沒有人想知道什麼 或者有什麼可以解答你 或者你想學到什麼 今天 有沒有不清楚 或者你想知道什麼 有 是 有時候一個人 有什麼方法去防止這個憂鬱? 等等 一個一個來 一個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有時候想到那些事情 就覺得很不舒服 是 我就是在老人那裏 就是管理老人那裏 很多老人說 我想死掉 例如說 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有些老人 有些身體不太好 就是有病 我自己會做義工 我告訴你 是 80多歲 兩年都沒有看過醫生 我想死掉了 但是又不能死 我不想自殺 又不想自殺 但是想死 心情好不好? 我說兩年都沒有看過醫生 我說哪裏派文 你看一下醫生 又沒有人跟他這樣說 都挺淒涼的 我想 站在文化中心對面那座樓 就是老人屋那裏住 是 現在想死又死不行 但是現在我都不 心情好不好 他跟我這樣聊天 這樣說 明白 很多老人 因為身體條件不太好 很多個都是跟我這樣說 我真的想死掉 他更好 做人有什麼意思 他跟我這樣說 我說不是 我現在阿爺這麼好 就是政府 現在政府阿爺對你這麼好 你不要想那些事情 你好好一點 保持自己身體健康 你不要想虛心一點 走出來走走 跟他這樣說 我覺得一個人心情不好 他會覺得想死了 想自殺 那些感覺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那些呢 阿爺先生 這些我一陣子 可能去講 我想你講的是 普遍來講 我不知道現在族語是怎樣 但我想我們環社會之後 之前在唐人街族語也聽到很多 其實很多風風婆婆 他們可能去到某個年紀 或者年紀大了 身體開始差了 也開始有不同的轉變了 那我一陣子的表演 也會講的 其實對老人家 特別是 我們講的 憂鬱症和老人家 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老人家 可能會比較 會有這些負面的情緒呢 或者其他 那我也會講一下 其實如果你是作為一個義工的 或者你是一個支持者的 究竟怎樣可以盡量去幫他 或者幫他輸解一下 這些我都會講的 但是最基本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看到 例如我們這個Foundation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希望 給一個平台 那麼多位老人家 大家去互相支持 或者互相去connect 我們知道其中一件事 其實有些困難的 就是有些困難的 就是老人家可能 他年紀大了 他就再找不到那個意義在那裡 特別是身體老了的時候 不能夠找到那個生活的意義 那就變了有很多不同的 負面的想法 或者可能 或者可能 就是嚴重一些 可能還有輕生的令頭 這樣 我一會兒會講講的 那我就先記住這個問題 剛才還有一個人 是問過另一件事的 是不是 有沒有另一個人有問題 好像說 有一個朋友好像問 怎樣可以去預防 是嗎 是 我也聽到有一個人這樣說 有一個人好像問 是怎樣去預防 憂鬱症的 有不同的方法去預防憂鬱症的 我一會兒可以講一下 有什麼人是比較容易有憂鬱症的 如果你不想有 其實又究竟是怎樣 你要問自己什麼問題 那一會兒也可以解釋一下 OK 那我事不宜遲 我就去 就是 我有一個PowerPoint 如果大家懂得看中文就更加好 我就讓大家看看 我這個PowerPoint 我們今天講 再講就是了解 憂鬱症究竟是怎樣 其實憂鬱症我們知道 其實很常見 大家都聽過 但是究竟它是什麼 就是什麼 大家可能未必太清楚 那我們知道 即是當一個人 譬如說我們想起有憂鬱症的時候 很多人都想起 就是那個人一定是不開心 但是總括而言 我們知道其實憂鬱症 它是一個我們講的精神的健康問題 OK 它主要影響什麼呢 其實它怎樣令到一個人不好 就是說憂鬱症是一個 其實我們講的一個病 就是好像傷風感冒 其實也是一個病 那一個是心理病 那它怎樣影響到人呢 就是說 它是影響一個人 他的思想 和他的感受 OK 從而影響他的行為 OK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人 譬如他 功能 都是來來去去這三樣東西 就是說我們一個人有思想 思想令到我們有感受 我們有感受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做一些事情 而憂鬱症這個病 主要去影響我們的思維 就是我們想法的方法 是被這個病去影響到的 OK 當我們想法的方法被影響的時候 我們的感受 情感也會被影響 而我們做的事情也會被影響 OK 是一個很常見的情緒疾病 有幾件事我們通常看的 就是可能 我講一次 未必是你自己 或者你身邊有人也是這樣 你可能會發覺 這一類的人 可能會是比較情緒低落 OK 或者有長時間 而且持續負面的情緒 現在不是說不開心一天 或者不開心兩天 我們講的是長期 都是有這個不開心的情況 影響到自己的人際關係 可能自己和人的關係 那些情緒 令到自己和人的關係不好 有些人可能發覺憂鬱的時候 經常都很負面的 或者經常都很暴躁的 很生氣的 影響到他們的認知能力 亦都同一時間 不是說只是你心理的問題 憂鬱症也有機會影響到你的生理功能 就是我們的身體如何運作 我會講一下 譬如如何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思考行為 也有多方面的不同 當憂鬱症影響到我們的時候 很簡單來說 你看看憂鬱症 其實是一個病 和傷口感冒 不是說相似 但也是那個原理 我們患傷口感冒的時候 患傷口感冒會打蝦癡 會咳 會流鼻水 當你患憂鬱症的時候 其實也有不同的 我們所說的症狀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情緒低落 好眼睡 沒有能力 很想說一說 其實憂鬱症和普通的不開心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不開心 就不代表你一定會有憂鬱 OK 但你通常憂鬱 也會有不開心 你不開心其實很正常 我們說 憂鬱症通常是說持續性 即是他長期都是這樣 即是經常都是這樣 經常都不開心 而且憂鬱症的人很難 很難是靠自己 靠自己把他自己 在情緒困局那裏拉出來的 這個是比較難發生的 即是我們說自己不能夠幫自己 我不開心很久 但我不能夠去幫自己 OK 這個是寫英文 但我也在講一下 譬如一個人 其實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實上八九 喜怒哀樂也是很正常的 我們講的其中 喜怒是開心 喜怒是生氣 哀哀就是不開心 其實哀 不開心其實也是一個很正常 做人的經歷 做人的時候一定有開心 一定有不開心 普通人的不開心 可能是 你看看這個圖畫 就是說他星期一至星期日 星期一可能說他要開工了 他覺得很煩惱 所以他不開心 但是到星期二他開工了 那麼他可能覺得 星期二又沒什麼 我都OK 星期三到中間都沒什麼 突然之間星期四 有些事發生了 或者可能我兒子不聽話 或者我女兒不聽話 或者我的考試不合格 那他可能星期四不開心 但是到星期五他好一點 不過六天方家 正 他可能又不會不開心 即是一個人其實他開不開心 其實 一個星期都會有不開心的時間 想起你自己過去七天 或者過去十四天 過去兩個星期裡面 你過去十四天裡面 總有一兩天 你是覺得沒有其他日子那麼開心 是不是 即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哎呀我擔心我兒子 擔心我女兒 可能會不開心 但第二天你可能覺得沒什麼 這樣 這個是正常的 當憂鬱症的時候 發生的時候 你看到這幅圖 就是說 我不管你是星期一至星期日 都是不開心的 如果當這個情況發生在你身上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家人身上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這就是可能我們說的憂鬱症 就是你長期 都是有一個不開心 和負面的感覺的時候 而這個感覺 連續最少是超過兩個星期 你就要去想想 哎呀我會不會是 就是可能 Marcus說會不會是 有少許憂鬱症的症狀呢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解釋到 其實一個憂鬱和一個不開心 究竟有什麼分別 就是 憂鬱是長期的 和會比較嚴重 和你不是說自己 可以能夠 解決的 不開心 是喜怒哀樂 是其中一個正常的感受 但是憂鬱症和不開心 有共同的感受 但是憂鬱症 通常困擾是比較持久的 是的 還有它是能夠長期影響 那個人的心情 是的 令他們會覺得他累 有些人就問 Marcus他不開心多久 其實很難說的 有些人可能連續幾個星期 連續幾個星期都不開心 有些人可能連續幾個月都不開心 也有些人聽過 就說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很多年都已經是這樣 很多年都長期都是負面 憂鬱 不開心 是的 很重要 去想一想一想 一般人的不開心 其實幾天就通常過去了 是屬於正常的感受 但是憂鬱症的不是 是長期 而且很難把自己拔出來 這樣 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明白嗎 明白 OK 有問題可以隨時問 OK 我想說一下 究竟Marcus憂鬱症有什麼症狀呢 就是怎樣為之憂鬱症呢 其實這裡有一個 例子 有一個表 大家可以看看 譬如說憂鬱症的時候有什麼症狀 第一件事就是 大多數的時候 譬如說你見到這個人 也會出現這些窩窩不歡的情緒 可能不是你自己這樣 你身邊一定有人這樣 長期都是窩窩不歡的 長期都是不開心的 也會有 譬如說有時候會跟別人說 我覺得我借好沒有用 我沒有價值 沒有人喜歡我 我也不喜歡自己 或者有罪惡感 總是怪罪自己的 不知為什麼 罪惡也是我 是不是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說 罪惡也是他 也不開心 他有怪責感 但通常人都是怪責自己的 OK 容易感覺到自卑 自責和難過的 OK 但長期都是這樣的 OK 另一件事就是 比較容易激動 喜怒無常 就是有很多人 特別是男士 如果你身邊有男士 就更加注意 可能你的兒子 男士 她經歷憂鬱症 其中一個症狀 她就不會跟你說 不開心 但是她會怎樣 她通常 表現出比較容易發怒 或者很容易悶症 或者可能開車也很悶 要搏人 或者排隊買咖啡也很悶 這些都可能是一些 我們所說的憂鬱症的症狀 OK 例如說我很多活動 我以前有興趣 我以前喜歡玩這些 突然之間沒有興趣 我不去 很悶 她們都不喜歡我 這樣那樣 即是沒有那種興趣 而她做的事 她不能夠有喜悅的感覺 即是無論有些事情 她可能以前我喜歡下棋 現在我突然覺得很悶 我不想她做這件事 或者譬如太太門喜歡煮飯 她不喜歡她做這件事 無緣無故的 另一件事 另外在身體方面 有什麼問題呢 譬如說 我們知道憂鬱的人 她經常都會感到疲倦 會經常都好像沒什麼力 體力變差 思考和專注力會下降 經常都好像做不到決定 由而不決做不到決定 這些也是我們身體上面其中一些的警號 告訴我們 可能會不會是我們的心理上 影響到我們身體上的功能呢 這個也是要記住的 可能有很多時候 會有人跟我們說 我睡不夠 我最近都說我睡不夠 有些人會跟你說我整天都睡不到 怎樣都睡不到 我不是說你睡不到就有憂鬱症 但是是其中的一個症狀 剛才身體方面 你幾乎每天都有實眠 或者會有貪睡的情況 我經常都很想睡覺 有時候你的食慾會不同 有時候我沒有心情吃東西 或者突然吃很多東西 體重會不同 特別有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老人家 或者其實都不是老人家 是年輕人都會有的 就是說當我們有時候去看醫生 會不知道為什麼 這裏痛那裏痛 總之經常都不舒服 的時候 而醫生跟你驗血了 什麼都驗血了 跟你說沒有問題的時候 找不到什麼原因的痛楚 或者身體不適 即是頭痛頭暈 眼花 或者經常都胃痛 頭痛或者肚餓 這些症狀的時候 而醫生找不到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想 是不是這個人 譬如他的心理狀態 令到有這些情況發生呢 一件事很有趣的 我想說 當一個人心理健康出問題的時候 或者長期不安心 很明顯的其中一個身體症狀 就是他的頭 和他的胃部會不舒服 OK 特別是他的胃部 胃部和腸胃 腸胃科和原來人的情緒 是有關係的 當人的情緒不好 你的腸胃自然都會不好 但不要問我為什麼 可能真的有這樣的原因 可能譬如說你腸胃緊張 當然你的腸胃不好 或者長期悶不樂 不開心的時候 你的腸胃也不好 OK 是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另一件事就是說 很多人問 是不是會有自殺的念頭 一些憂鬱的人 其實憂鬱的人 不一定有自殺的念頭 其實有憂鬱的人 其實小部分的人 是會有自殺的念頭 但大部分都沒有的 其實為什麼人會出現自殺的念頭 當憂鬱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有幾件事 就是說他覺得現在生活已經沒有意思了 OK 根本不需要我 我留在這裡沒有用的 是的 另一件事就是說 我將來都是沒有希望的 怎麼說呢 就是說無論如何這些事情都不會轉的 OK 第三件事就是說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的 這樣 但是想一下 當你 譬如你這樣想事情的時候 加起來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我留在這裡沒有意思了 事情永遠都不會改 也不會有轉變的時候 即是你日復日的時候 其實你很自然就會 去到一個絕望的情況 OK 人會想到自殺 就是他不是說開心才自殺 他就覺得沒有希望 沒有解決方法的時候 才會有這些變猶出現 OK 這個是其中我們 就是我們臨床 就是看一些 憂鬱症的人 我們都會看 就會問他 你這麼不開心 或者長期不開心那麼久了 有沒有想過 他結束生命 或者等等 就是我們會問的 確定他是安全的 最後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 他的憂鬱症的症狀 都可以不一樣的 就是你有這個症狀 就不代表另一個人有這個症狀 就是每個人有些輕微 有些中度 有些嚴重 但是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OK 有沒有問題 或者有沒有什麼見解 先講到這裡 明白嗎 OK OK 有沒有些人有什麼問題 沒有 OK 那我講一下 憂鬱症又會影響到什麼人 有很多人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男人才有 女人才有 或者是不是那個人窮 沒有錢 所以他才不開心 這樣 但是我們發覺其實不是的 就是我們很多研究 告訴我 其實憂鬱症 會影響到一些年輕的人 年長的人 就是無論你是年輕 或者是老 或者你是有錢 或者是沒有錢 或者男或者女 或者你讀多少書都好 其實憂鬱症 它是可以影響任何人的 就是在我的客戶裡面 其實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很窮 但是有些人也很有錢 就是賺很多錢一年 但是他也是可以 很不開心的 其實跟你的家境 或者其實跟你的年紀 性別 是沒有直接的必然關係的 就像雙方一樣 有錢人會不會雙方一樣會 是嗎 窮人會不會一樣會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有一件事要記住 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剛才有一個人問過 就是 怎樣去預防憂鬱症呢 其實有事情預防 但是我們要了解一下 其實憂鬱症最常見出現 在人生的什麼時候 就是我們說的 當生活出現了困難的時候 以及特別是生活出現轉變的時候 憂鬱症是很容易發生的 我再說一次 當你人生出現了轉變的時候 憂鬱症是比較大機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憂鬱症的人 他面對轉變的能力 其實是不高的 OK 一個人 他越能夠面對生活上的轉變 他患憂鬱症的機會 就是越少的 OK 那Marcus 你說的轉變是什麼 其實轉變有很多 可以說 譬如說你轉工 搬屋 又或者可能大一點的 可能譬如說 有些人可能大件事 可能離婚 是不是 或者可能我們說的 譬如喪偶 或者先生或者太太過身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過身 又或者你轉學校 就是小朋友轉學校 即是我們說 無論大大小小的轉變 都有機會 我開了 應該是幾個小時開始的 知道嗎? 4時半嗎? 即是我們時間4時半 好 那聽少了 好 麻煩你 好 OK 不好意思 我們繼續 當一個人有轉變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 面對轉變的能力 他不是強的時候 他就可能 會有機會有這個問題 另一個事就是 當一個人 他不能夠很有效 去面對一個生活的不確定性 我們英文說是不確定性 例如人生 人生很多不確定性 OK 人生也有很多未知數 如果一個人 他是不能夠 去 很正確去面對那些未知數 例如說經常擔心 或者我什麼都要知道 怎麼發生的人 其實也是比較有這樣的困難 OK 所以一個問題就要問你自己 可能我不知道當中大家什麼年紀 就是說 我究竟 面對這個生活轉變的時候 我的適應力有多大呢? 你適應力越大 你的心理的韌度就越強了 OK 如果你很不喜歡轉變的 或者我很怕事情變的 或者我很害怕失去的 或者很不喜歡 我不知道一些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例如說不確定 我不喜歡 我一定要每件事都清清楚楚 擺在每件事 我知道下年或者後年是怎樣的 那些人比較容易 去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人生 其實是一個不斷轉變的情況 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發生什麼事 OK 有些人很緊張 我怕明天怎樣 後日怎樣 我怕下一年怎樣 OK 有些人可能譬如說 他轉了工 或者轉了老闆 或者身邊的人不在 他遇到這個困難的時候 而他不能夠適應這個轉變 一會兒就很多時候會發生 OK 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這個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說 我自己面對 生活改變 那個韌力 究竟有多大 我是不是一些天下跌下來 當成這樣的人 那些人 老實說 是沒有這麼容易患有鬱症的 OK 他是能夠隨遇而安 他覺得他的心境 能夠是隨著環境轉的那些 是沒有這麼容易患有鬱症的 另一些就不是的 他是心境 不是 他是想環境隨著心境轉的那些 就很麻煩 就是我心境是這樣 我想環境去迎合我 那就很難 因為環境不會迎合你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反過來 如果我 無論我生活上發生什麼 我能夠用不同的心境去面對那件事情的時候 那些人 我們講的psychological disability 自己的心理的硬度 其實強很多的時候 他是不會這麼容易有這個問題 那有什麼人會有這樣 有什麼不會這樣 就是很在乎你 譬如說你是一個 什麼性格的人 怎樣成長 你父母怎樣去教你 或者你人生經歷了多少事情 是不是 你怎樣去看一些事物 你能不能夠懂得放得開 或者能不能夠懂得放手 或者有些事物反過來 可能是我不能夠放開 我是住在那裡 我想這樣 但是又不是這樣 那就可能 就會引起到很多不同的心理問題 明白嗎? 講到這裡 認同 是的 你要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當然 我可能是最年輕 人生經驗比我多 但是我們知道的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人 你的心境是能夠隨著環境而轉 而你不是要求環境隨著心境而轉 你這條路就通了 OK 如果你反過來 我不是的 我一定要這樣的 我不改了 我死都不敢 我是這樣想的 那你就很麻煩 你做什麼都很麻煩 其實 因為世界是不會圍著你來轉 患憂鬱症人很多時候 他就是有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可能 他的心理的暗度就不夠了 OK 那就引致了很多不同的心理問題出來 另外就是有些憂鬱症 他在特定的時候才會出現的 OK 例如什麼呢 例如說冬天 OK 冬天為什麼多些人憂鬱呢 就是因為你知道加拿大冬天又長 又冷 你又出不了街 經常困住你 在家裡 太陽又不夠 太陽不夠 也是有一個原因來過 你不夠太陽 你不夠維他命D 就會容易有憂鬱症的情況 OK 另外為什麼冬天是 因為你經常困住一間屋 你不出去 不出去逛逛 其實出去逛逛 就是加拿大很多地方逛逛 你出去逛逛 其實會令到你心情不同 冬天沒有那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有憂鬱的情緒出現 婦女也是 如果當中大家可能 譬如去年紀 可能自己之前有小朋友 或者現在可能有媳婦了 或者有女兒 有小朋友 都是要注意的 女性可能特別生產之後 特別生產之後幾個星期 還有幾個月 可能是因為賀爾蒙的轉變 另外也是環境的轉變 突然間 我由一個少女到一個太太 再做一個媽媽 其實身份的不同 我們又說改變了 是不是 她的身份不同 責任大了 家庭的關係不同了 責任多了 她自自然可能會有這些情緒出現 就是她未必容易能夠適應轉變 OK 所以說到最後 你一個人 是不是能夠適應轉變 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們中國人說的一句說話 其實很有用的 就是適者生存 不是說只是賺錢 是嗎 但是是說 就算你惹情緒 你能夠適應環境的人 是比較少問題的 OK 好快講一講 其實有幾個普遍呢 就是你想想 憂鬱症是否真的很普遍 其實是很普遍的 就是每四個加拿大人 就一個 會患憂鬱症 而那個程度 是需要一些我們說的專業的協助 OK 憂鬱症也有很多不同的誘因 就是可能譬如我們說 又是說轉變 通常都是轉變 但有時候可能 無緣無故發生 有可能你問他 有些人說你發生什麼事 他不知道 他也說不到 可能他也無緣無故發生 好像雙方感冒感 你憂鬱症也有輕度中度和嚴重 是的 越嚴重的人 可能他們的手臂就長一點 所以 又是中國人說的 病人向淺中醫 如果你發覺 你剛剛開始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盡量去找人商量 有很多人為什麼他會去到嚴重的憂鬱症 就是可能 有很多時候他覺得 他不是覺得 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 是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 OK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他只是覺得不開心 但他不知道是憂鬱症 但是其實原來 憂鬱症可能影響著他也不知道 和雙方感冒不同 大家記住 如果雙方感冒 其實大家知道雙方感冒是怎樣的 是嗎 我減流鼻水 說打冷症一定是雙方 是嗎 這個游室和雙方感冒之餘 但是你說憂鬱 就不是每個人都會看 是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很熟悉 這樣 所以其實也是很靠自己的人 和他身邊的人 究竟看到什麼 這裡有一個 我可能不玩這個 之後有一個問卷 其實他在說什麼呢 這個就是 他就是說 Depression 就像一隻黑色的大狗一樣 他經常都跟著你的 為什麼跟著你呢 就是你做什麼 他也是跟著你的 意思就是說 其實那個憂鬱症 如果你有憂鬱症的話 他經常都跟著你的 無論你的思考 你的感受 你的行為 你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負面的 你要記住 當一個人憂鬱的時候 他所有做的事情 想的事情 以及感覺的事情 全部是負面的 而他是沒有這樣的能力 自己 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想回 譬如說 好的這邊 不好的這邊 是不是 好和不好有中間 一些憂鬱症的人 他只懂得想事情 他只懂得不好而已 正常人想事情 他可以想到好和不好 以及有好和不好的 OK 憂鬱症的人只是不好而已 所以呢 當一個人想的事情 全部都是不好的時候 他感受一定不會好的 但正常人就不是了 沒有憂鬱症的人就不是了 他就可以想到 其實 雖然這件事不是完美 但是也不是最差的 OK 我們說中間 但憂鬱症的人就是 這個死的不好的 或者很差的 所以就是 好像一隻黑色的狗 他經常都跟著你 去影響你的行為 動作 或者所有事情 這樣 我想說一說 我知道 譬如說 在座可能很多都是 比較年長的人士 其實年長的人士 和憂鬱症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知道其實通常 通常年長的人 患憂鬱症 是比較容易忽略的 因為可能譬如說 有很多年輕的人 就覺得 你大年紀而已 你頭暈 身慶 或者頭痛 或者肚痛很正常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我們年長的人 其實不是很善於 我們普遍來說 不是很善於去表達自己的情緒 是的 亦都很難去開聲 跟別人說 我開心或者不開心 譬如說 我們自身還整 或者長大的時候 以前的年代 都不會說這些 只是賺錢而已 不會說他開心 不開心 不要這樣說 所以 年長的人 當他遇到 心理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不懂得去解決 是的 就算人生經驗多的時候 就算跟別人說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說 特別是當他看到醫生的時候 其實就算有憂鬱症 他們通常都會注重一些比較生理上的症狀 我頭暈 或者我眼花 或者我不知為什麼很累 很多人都覺得 你老人家就是這樣 但其實都不一樣 OK 這也是其中一件要記住 憂鬱症可以增加其他不同病的風險 譬如說 研究這件事 如果你本身有心臟病 你再有憂鬱症的話 其實你的死亡率是高於有心臟病 OK 即是憂鬱症可能會加重你其他不同病患的風險 是的 我們也知道 在年長的長者裡 80至84歲的年齡組別 生命的數字 其實是很大的 告訴我們 其實長者是一群很有需要 應該要被社會去尊重 和有需要的一群 特別在我們說的精神健康上 其實為什麼呢 現在可能大家想一想 為什麼長者會有憂鬱的情況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隨著他們 慢慢的年紀增長 還有他們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說的經常都會有一個失去的感覺 英文是Losis 因為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慢慢的失去的東西 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打個比例 譬如說 我們說的你的健康 你會發覺 要是有時候耳也不行 要是有時候眼也不行 或者有時候有空 有這裏痛 那裏痛 可能你年輕 早十年你都沒有 你現在慢慢有這些東西出現 或者可能 有些不幸的 例如我身邊的朋友 跟我朋友了很多年了 突然患病了 又有癌症 或者去世 或者身邊你的配偶 跟你一起走了很多年了 但是他可能走先一步 又或者可能有些人 之前臭孫的 或者同家人一起住的 現在不是了 可能入了老人院 也不用臭孫了 OK 沒有了這個 的生活意義 或者覺得沒有了同家人的時間 那其實呢 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覺得失去越多的時候 就好看你去怎樣看 如果看不通的老人家 其實呢 或者不只是看不通的 看不通 沒有支援的老人家 是特別容易有這個問題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大家明著 年長的一定要記住 但是你要記住 我是不是一年多大 就有憂鬱症 不一定 年多大一定 你是絕對有機會可以很開心的 OK 但是這些的因素 你一定要去記住 提防 以及經常問自己 究竟我今天的感受是怎樣 或者是怎樣 我們講一些有法的因素 我剛才講過 有什麼令到長者 她比較容易憂鬱症 我們講一些痛苦的情緒經歷 和兒女分開 或者最老人回到香港 或者離開了 喪惡 好朋友不在 比如說要搬到老人院 這些比較困難的情緒經歷 如果你貫身之前有憂鬱症 其實貧窮也可能是一個 你想想 如果我60多70歲了 我還要為三餐去憂鬱的話 其實那個也是一個有法因素 其他也說了 例如你生活的質素 可能有機會下降 我沒有走得那麼快 或者看事情沒有那麼清楚 其實喪失的意義 例如剛才講過 有位朋友講過 例如在頸匯做義工 他也看到 例如老人家 例如說 他找不到生存的意義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要在 或者我覺得我附累到人 或者我在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他不見了自己的意義 健康身體機能下降 有時候沒有獨立和自主性 例如你年紀大 要人照顧的時候 他就更加覺得 我走了就算了 有一件事 希望大家記住 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是年輕 65歲了 或者65歲 記得 在這個年紀 其實比起任何一個年齡層 更加需要社交和朋友 你不要覺得 我老了我就困在家裡 我不需要朋友 我自己明白自己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這麼想 如果一個人年長的時候 沒有一個圈子 或者沒有一群朋友去支持他的時候 或者一齊出來喝茶 走山 或者在河邊走走走 其實那個人的情緒一定不會有這麼健康 OK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孤立自己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也好 你去聚會也好 來參加聚會也好 回教會也好 什麼也好 你去找一個團體 是你能夠有些社交的生活 不少天天 也不少太忙 但是一個星期一兩天也好 見一天 這個是很重要的 千萬千萬不要讓自己孤獨 一孤獨 有時候覺得 例如你長大了 他快點忙 也理解 可能比較少回來 或者其他 孤獨是會有發生的 年幾月大 可能會有孤獨 但是千萬不要 盡量不要讓自己太孤獨 否則 其實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很大的有限因素 因為人一孤獨 他就會有問題 你相信我 為什麼呢 例如你看到現在COVID 肺炎這麼厲害 為什麼這麼多人有情緒健康問題 因為人們已經 第一 不能夠出街 不能夠見面 不能夠一起吃飯 不能夠聚會 因為人和人本身 其實是一個社交的群體 我們人本身 其實不是一個人生活 最初不是這樣 是一群人一起生活 你想想一條村 或者一群人打獵 其實人和人是很渴望一個社交的 這一兩年 因為疫情的時候 令到很多人失去了 引致當一個人困住自己的家裡的時候 你可以聯想到其實你的思考 或者思維 第一可能會退步 第二可能會慢慢變得負面 這樣 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或者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都明白的了 我們那群老人都是明白的 是嗎 是嗎 明白就好了 但是真的要記住 是嗎 盡量去 去 記得 這些事情 什麼時候才能夠重求幫助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項目 我沒有翻譯到 當你如果經常都感到自己沒有用 沒有希望 或者我發覺我最近睡多了 或者睡少了 吃多了 或者吃少了 和平時不同的身體 或者譬如我有困難去做一些決定 或者譬如我以前的一些節目 或者一些活動 或者有興趣現在突然沒有興趣 或者我可能 譬如性碎病的需要降低了 可能同學玩家未必適合 但是 由這些 其實也要去考慮 這個圖 我未必有時間 跟大家去 進行所有事情 但是有幾樣東西 其實你可以問一下自己 就是我過了一個星期 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有沒有覺得我經常都很想哭 我心情不好 我比以前容易發脾氣 我睡得不好 我不想吃東西 或者我胸口吻著 我經常覺得不輕鬆不舒服 有沒有覺得身體很疲累虛弱 沒有力 有沒有覺得很煩 我的記憶力有沒有不好 我做事是否沒辦法專心 我做起的事情是否比平常慢了很多 我是否對自己比較以前沒有那麼有信心 我是否經常都向壞那邊去想 我有沒有想不開心 甚至想死 我有沒有對任何事物都沒有興趣 我有沒有覺得身體不舒服 頭痛頭暈 有心靈寶靜積靈積靈不舒服 或者是否不覺得自己會沒有用 你看這個列表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都與你年長 慢慢年長是有關係的 是嗎 其實 我們是有交叉的 但是其實是兩件事 你年長當然身體並沒有人好 但是一類的列号通常就是在心理上的影响了 可能譬如你身体不好,是因为上幡 但是一方面的列号是 如果你因为心理而会影响到这些事情 真的要注意 剛才一开始我有位朋友说 其实身体大了会不会影响到情绪呢 絕對會的 你要明白就是心理能夠影響生理 生理也能夠影響心理 如果你經常周身痛的 或者又走不了又睡不了 其實你心理也很難去健康的 明白嗎 所以其實兩樣是互通的 這樣吧 OK 我們在說 如果真的有憂鬱症的時候 可以怎樣呢 第一件事 人們想到就是我吃藥 其實吃藥是可能會有幫助的 但是有時候只吃藥 就未必有這麼大的幫助 醫生可能會開藥物 譬如說抗精靈藥 抗招類 或者一些精神科的藥物 有些人說我吃藥 藥物是否以後都要吃藥物 其實不是的 這是一個謠言 其實憂鬱的藥是可以解釋的 藥的融柱其實是幫助你的腦 去平衡我們所說的一些 就是一些不同的物質 去平衡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工作 就是做心理治療 去幫助那個人 其實去用心理治療 或者心理輔導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去說 就是我們嘗試幫助我們平衡 很多時候都是去教他們 用一個不同的思維去思考 OK 因為憂鬱症的人 通常只有一個思維去思考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或者是一個很負面的東西去思考 當我們教了別人去不同思考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的感受和行為 都會不一樣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坐下來去問問 究竟有什麼原因去憂鬱 為什麼會不開心 或者什麼 以及教他們如何擺脫他們情緒的困擾 其實也是一個很專業的範疇 就是我們最少在亞省 也要最少讀碩士才能夠做到這個工作 就是一些很專業的治療 去跟別人去談 是的 我一樣忘了說 就是當一個人其實他憂鬱的時候 你又要記住 一個人憂鬱的時候 他只是一個思維 只是用一個方法去思考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教別人 用多角度不同去思考一件事的時候 可能當他們這樣想到的時候 他們的情緒和行為就會轉 如果不是你只有一個方法去解釋 就是我沒有用 死了他就算了 就是只有一個角度去思考那件事 其實那個人就會有心理上的障礙和行為 那 講到最後其實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可以怎樣做 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 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嘗試 不斷去找一些能夠支持你 或者你信任的人去接觸 去跟他談 不要去找一些 跟你說話無靈兩可的 或者叫你怎樣做怎樣做的人 通常大家記住 可能你不是不開心的 或者你身邊的人不開心 不開心的人 其實他不是去找一些解決方法的 大部分的時候 他都不是去找一些解決方法 其實解決方法他自己也有的 但是通常一些人不開心 他找人談判的時候 其實他是去找人去聽的 他找人去聽 他找人去明白 就算他的思考是多麼離譜 或者多麼不合理也好 他想找一個人去瞭解他 去明白他 就不是去給他意見 也不是去說他 也不是去批評他 你一批評他 那人就走了 他不會再跟你說話 所以有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覺得 我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我只可以聽 和跟他說 你想說話的時候 我就在這裡聽 明白嗎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 如果你憂鬱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 要做多些的運動 這個也是 講到最後 老生常談 就是運動能醫不病 能不能夠醫心理病 是可以的 即是你當一個人 他去出街的時候 他能夠和這個世界接觸的時候 出去走個圈 你發覺有時候走個圈回來 心情也好些 不知為什麼 可能你一路走 你呼吸 見到小鳥 見到人去微笑 見到人拖著狗 覺得很開心 其實這些很少的東西 就可以帶給你一些開心的感覺 優惡症的人 和窩息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收買自己的 大家想想 可能其實在老人街裡面 這麼多間大廈 老人大廈 其實很多老人家 特別在疫情裡面 也封閉了很久 其實 再講 其實需要是真的很大 當一個人沒有和世界接觸的時候 他就比較容易 有誘惑症 講到最後 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人 你怎樣去幫他 我再講一次 就是說 就算那個人說的話 你能不能夠認同也好 或者你不認同 或者你覺得 這樣想事情都瘋了 你盡量去 不批判性地聽他說話 也是毫無條件地去接受他的感受 可能你覺得他的感受很無聊的 你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其實不要緊的 你知道感受和看法是主觀 一個人開不開心力也是主觀的 他不開心力也不能說他錯 技巧就是說 你怎樣能夠肯定他 跟他說 可能真的不懂你在經歷什麼 但是我是你朋友 我響導聽 我願意聽 總之你說我就願意聽 也不要說單純去提供方法 想改變對方 也不要這樣 不要去說一些去嘗試去改變對方 特別是如果你不是說真的有訓練過 你很難去做這件事 也要最後去留意自己 自己心理也一定要平衡 你照顧一個憂鬱症的人 其實是很累的 我跟你說 如果你在家裡有一個人憂鬱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你說話好像跟棵樹說話一樣 他完全是聽不入耳 亦是很盲色 亦常常都不開心 所以其實可以是一件很累的事 你怎樣可以去內心去理解 但還是注意自己 我跟他說話真的好累 我不行了 我先休息一下 先照顧自己 再回來幫他 這也很重要 最後也可以去找一些專業人士幫助 其實第一個能夠幫到你的人 專業人士我會說是醫生 每個人都有家庭醫生 你可以跟你家庭醫生說 醫生我聽完這件事 我覺得我朋友或者我自己 可能最近憂鬱 你幫我檢查可以嗎 他會問你問題 第二類人就好像我們這些 心理輔導員 但是可惜 第一件事就是說 在Kalgris 能夠講廣東話 或者講普通話的心理輔導員 的人也不多 也很少人在這一行裏面 第二件事就是說 心理輔導 其實阿神電腦也不夠 除非你有現疏 也是很貴的 這些是小小的階段 當然也有不同的資源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第一件事是可以透過醫生 醫生可以幫你做referral 這些是幾個不同的途徑 我講到這裏 我希望大家其實有一個比較清晰 或者比較現在明白多些 憂鬱症的情況 我想暫停一下 我想問一下 講到這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沒有意見 或者有沒有一些我能夠回答你 或者有沒有一些我能夠回答你